3号超狂风雨袭击高雄吹 17级风树都吹歪了摇摇欲坠 让民众看得很挫 果然没多久树倒了 不偏不倚砸中车 车子停在路边停车阁 整棵树从前挡玻璃插进车内 车顶凹陷玻璃破根本洞谈不得 车主已经很心痛 没想到还有后续 山徒儿走了收费员开始上班 看到车子被砸烂 依旧尽责开收费单 5号开始收费车费255块 车主傻眼po文 被树插着不能动已经很倒霉 停车阁真爱收费 网友傻眼实在太狠了 吸血鬼死要钱 只能说收费员很尽责 不是报废车都要收费 他也不是说故意不移车的啊 他这样继续收费的话 真的是有点跌不过去 他也是有这么开短而已 他也要去管理有多多多多多 车子被树压死死 想要移动也移不开 收费员开收费单 仿佛在伤口上撒盐 小流球唯一加油站被狂风重创 加油亭被吹倒 台风过了 全岛民众出来加油 这队伍一口气排到马路上 因为只剩一个加油岛 加油恐怕得排一小时 好 飞走了 高雄三号风雨最大不少人的家屋顶被吹走 铁皮在马路上乱乱飞 窗户飞走铁门破损 全高雄都在忙修缮 修缮师傅电话接报 灾后的家园 民众找人维修找没人 车子停在路边被砸 被开收费单 虽然最后交通局联系车主撤单 但心痛的感觉还没平复 记者高雄屏東最后报道